九合一大選進入最後倒數計時階段 臺北市長首都之戰 藍綠白三打候選 紛紛進行大規模的車隊掃街敗票 而面對即將明年到來的選前之夜 賈王安鄭雲號稱說要打造 史上的最大的肇事舞台 比央視春晚還要大 而對此陳時中今天得大酸 是花而不失舞台 還是戲谷舞台呢 選前雙方 煙硝味十足 好 各位臺北市民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套上雨衣 陳時中和前副總統陳建仁 夾緊車掃行程 無奈台北天氣濕冷 支持民眾也有些冷 不過就在這時 對手黃山山車隊打頭陣 從對象迎來狂禀八號首飾 陳時中團隊也當然不讓 加大廣播音量全力應援 綠白同在藍營鐵票區大安文山車掃 頓時讓整條街雙方支持群眾熱起來 有 我有跟他們打招呼 大家互相聚服 大家互相聚服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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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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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之前到大安文山深藍選區 陳時中也遇到好幾位 對他比倒贊的民眾 同一時間 蔣萬安則是來到了黃山山 才剛拜訪完的南港內湖區車掃拜票 三人較勁意味濃厚 不只車掃三人大比拼 投票日將近 蔣萬安二十五號 在台泥停車場舉辦選前之夜的舞台 也早架設好 大型舞台和看板已經完成 工作人員甚至早早就開始排椅子 有黨務人士透露 將搭建國民黨遷臺以來 史上最大造勢舞台 長度十八點九公尺 甚至比中國央視春晚 十七公尺的舞台還要大 國民黨動員綿密系統社團組織 報名 粗估會有超過二點五萬名 支持著預先響應 選前之夜最重要的 我們希望告別過去的陰霾 所以希望所有市民朋友 都可以一起呼朋引拜 舞台大 那就要有夠成熟的人來承擔 那到底這個是一個滑而不實的舞台 那還是一個矽骨的一個舞台 都我就不清楚 選戰進入尾聲 藍綠白請全力動員 要營造勝選氣勢 爭取更多 有理選民支持 這廖凱城 陳馨宜 台北採訪報導